我都會黏 更加復活 民宅火警由住戶急著搶救機車 同時不斷有爆炸聲響 一個一個跑下樓 有人衣服來不及穿 逃命最重要 因為農煙從一樓不斷往上竄 而上頭還住了十幾名移工 趕快 趕快 太可怕了 火災 煙燒三棟 都是同一位屋主 房東告訴下房人員 屋內格局 第一時間劃出來超過四十間的隔間 警銷入內逐一破門搶救 但火席後發現 房間雖然沒有隔到四十四間 但也不少 獨棟雙拼透天錯 293號跟295號 一樓除了有機車行店面 跟儲物間 以及隔出了四房 兩棟的二樓隔出八間房 以及兩間共用廁所 其中三間房東自住 三樓跟二樓隔址一樣 而四樓則是家蓋互通 隔出了九間房 再加上右邊一樓平房 也隔了三間房 這三棟總共有32間房間 但如果查看Google Map 2017年 這邊還只是獨棟雙拼的三層樓 2021年 房東才在頂樓加蓋 違建多了九間房出租 但違建的部分 並沒有遭人檢舉排拆 房間內格局大小不一 但房東沒有裝住景器 濃煙窜燒 睡夢中的租客 根本不知道活景 一樓更有二三十輛的 電動自行車跟機車 雖然火怎麼燒起來的 還沒確定 但火勢快速延燒 房客雖然逃生 卻來不及拿走家當 如果我媽媽沒有救我的話 我只能在裡面 房客之一 陽性母女獲得暫時安置 稍微安心 彰化縣建設處也調查 延燒的三棟雖然有三個門牌 但屬於同一個建造 獨棟雙拼 一層樓隔間超過了六戶 建設局也將研議 對房東開罰六到三十萬元 TVBS新聞綜合報導